台湾房价对于年轻人来说 仍旧是一大挑战 根据国泰经去年11月份的统计 有52.4%的民众认为 现在不是卖房的好时机 更有73%的民众不想买房 意愿创下14年来新低 因为现在的人常常会一直换工作 所以就是换工作的话 那个地点会常常换来换去 我觉得租屋反而就是可以 就弹性比较大 对 我不想要脚房再脚到老 不过联电创办人曹新成 27号在大学演讲时 分享自己在50岁以前都没有买房子 他认为年轻人不是一定要买房 因为会被套牢当20年的房奴 害了一生 更是说买房是最差劲的理财方式 他建议年轻人现在赚的钱 应该要拿去投资自己的能力 才能改变薪资结构 而不是能力不好 却又要抱怨薪水低 我认同啊 刚好有朋友 就是现在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房贷也是背得蛮重的 觉得有一点道理 应该是说如果只有 你只有那一笔钱的话 你拿去买房的话 你感觉就一辈子在缴那间房而已 对于投资自己的方式 年轻人也有个别看法 现在只有想到开花期 专家经议投资自己 除了股票基金等金融投资 也能充实自己 目的就是让薪水有所提升 投资自己倒不见得 一定要用实际的金钱 去买一些学问或者是知识 那在平常的工作当中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学到一些 这个经验和知识了 买不买房一直都是年轻人讨论议题 不过做决定前还是要审慎思考 三连星人李维廷 翁家喻 台北仓报道